《雨红露千》 《雨红露千》 当时可是犯了一番寻思 露千心想 林冲 那是推荐我走上仕途换路的人 可是现在 我要插圈碗套 引他的娘子上钩 这也太没人味了 又一转眼 自古之今 都是老实人赚名誉 机灵人占便宜 人生几步运 一步赶不上旧手瓶 现在这步运可是摆在我的面前 走不走 要是走 我这一步就上去了 要是不走 我把高崖内可就得罪了 弄不好 下一步还没有我的好处 也罢 亮晓飞君子 无毒不仗死 出卖朋友 林冲他也未必知道 内良心就这一回 家内 这事 我给您办 您等着 好了 办好了之后 我一定中赏 就这样 陆迁 有点这走 林冲呢 这些天 在家里边没上班 天天在家中焖坐 为什么呀 这心里边这口气 没出去 林冲老在想 我在冬月庙上 之所以没给高崖内这一拳 不就是 居于他是高求的儿子吗 他是太尉的义子吗 这太尉是我的顶头上司吗 我如果打了他 我怕丢了自己的功名啊 我叫什么男子汉 嗯 我受这种小人之气 林冲这心里边不平靠 但是他的妻子 真娘 已经看出来 林冲此时的心境 这些天来 真娘对林冲 老是柔情带之 这天 忽然外边有人说话 林教头在家吗 林冲一听 站起身来望外迎 哪位 一瞧 是陆仙 哎呦 陆仙 陆仙帝 是哪天香风 把你给刮来了 哈哈哈哈 林兄 你我弟兄 可这喜酒不见了啊 林兄 你说我了 我知道 怎么 我说你了 当然 我这耳朵里边都灌满了 林冲说 我什么时候说你了 我说你什么了 你说我什么了 你说 陆仙不够朋友 从你家旁边搬走了之后 再不露面了 啊 不是当年了 你我弟兄 经常坐在一起 举杯队影 触席长台 我走了之后 再见不着我了 对不对 呃 林冲说 我记得 我 我不曾说过这样的话 哎 你说了就是说了 哎 我都知道 我这个耳朵轻巴胖 啊 跟你说呀 林大哥 兄弟我 到了太美府之后啊 忙啊 咱到那是干什么去了 这人家当使唤小子 人家让咱干什么 咱就得干什么 人家一招呼 咱们就得过来 人家一挥手 咱们就得走 所以呀 一天到晚 也不知干什么 结果把我忙的是 脚打后脑勺 连会朋友的工夫都没有了 后来有人跟我说了 说林教头对你那么好 怎么你把人家忘了 我说哪能呢 今儿个 我可闲着 哎 林大哥 我第一个想起来的人 就是您 我想找您啊 到我家里边 咱喝两杯 怎么样 我搬着新家之后 您还没去过 请您去认认门 您看出口 林冲这事 一肚子郁闷 正想找一个知心的朋友 对座谈一谈 好吧 那我就上你家去 好 我就不进屋了 嫂子怎么样 这工真娘有大屋子里边出来了 于侯你来了 哎 嫂子 我叫我大哥 上我家里边喝两杯酒啊 喝完酒之后 我把我大哥 然后送回来 您在家里边 就等着吧 啊 这工夫林冲跟着陆千 游打家里边就出来 出来之后走在大街上 这陆千是一边走 一边跟林冲就说 这个陆千建谈 天南地北海阔天空 一寸神砍 砍着砍着 这陆千就说 哎 林大哥 最近 您上樊楼去 林冲说樊楼 没有啊 我可听朋友说了 最近的樊楼可来了一种新酒 这个酒 叫霸王醉 听说没有 林冲说霸王醉 没听说 霸王醉啊 哎 最早的那叫英雄睡 据说睡着了之后 还能梦见玉姬 啥的 这酒叫霸王醉 怎么喝醉了 睡着了就能梦见玉姬 哎 真的假的不说 但是那个酒 说那个味特别醇厚 大哥 我看这样 今儿呢 咱上樊楼 到樊楼 来两杯霸王醉 咱们尝尝 离开 如何 林冲 你听 好吧 反正今天是你请客 你说上哪 咱就上哪 咱哪 改道了 咱樊楼 走 这路牵 领着林冲 就奔的 樊楼 来 樊楼 这樊楼啊 是北宋 末年 东京 汴梁 里面 一个最有名的 大酒楼 樊楼呢 有人说 开这个酒店的 掌柜 姓樊 其实不对 因为当初 这个地方 是卖樊的地方 什么白樊 黑樊 刀动樊 的这些商人 聚集在这里 后来呢 这个地方 被人一个酒家 给买下来 盖了一个 大酒楼 由于人们 对这个地方 都熟了 都管它叫樊楼 所以这个掌柜的呢 也没改名 才叫樊楼 只是把那个 黑樊白樊的樊 改成了姓樊的樊 今天他们两个人 到这一看 此地是 骑脚脚 画动凋梁 老远的就 闻见那个 韭菜之香 而且又传来了 一阵阵的 丝竹之声 为什么 这个酒楼 不但说 卖韭菜 而且这里边 还有一些个 英招的妓女 你要往这个 楼里边 一走的功夫 那楼里边 走廊 有很多 打扮的花枝招展的 漂亮妓女 在那代客而招 往这里来的 都是东京 变粮城的腐商巨骨 顽固高粱子弟 以及社会名流 从这里边 出出进进 你会闻到 浓重的酒气 钱气 烟粉气 腐朽气 总而胭脂是 大宋国朝的 腐败灭亡之计 今天 陆谦 领着林冲 就进了这楼 进了樊楼之后 在楼上 找了一个小鸽子 清静所在 被称作哑子 两人进来 坐下之后 陆谦吩咐 跑堂的 给来一摊 霸王醉 要了几个菜 菜端上来 这一摊霸王醉 也拿过来了 两个酒盏 放在两人的面前 陆谦呢 把这酒倒了之后 端起酒杯了 林冲 你我弟兄 多日不见 今日相逢 来 咱先干杀 怎么样 林冲呢 面带抑郁之情 好 来 干 三杯酒喝完了 林冲 满脸上 还是闷闷不乐 不说话 陆谦瞧着林冲 林兄 怎么着 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 我发现您怎么 一脸的不愉快 陆谦 你我是知己的弟兄 无话不说 无话不谈 这个事 我也只能跟你讲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我受你一顿小人妻呀 怎么 受小人妻 您是八十万进军 枪棒叫头 什么人敢欺负您呢 我就没人欺负吗 于是林冲 就当着陆谦 讲述了东约庙上高崖内调戏真娘的这件事情的经过 讲完了之后 林冲把这酒杯往旁边一放 唯唯想起此事 我七尺男人 竟然受他如此的欺怒 我心中十分不快 这高崖内不就是仗他爹的势力 才敢如此胆大妄为吗 啊 我行什么事呢 林兄 就为这个事啊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宽宏 很大度的人哪 怎么为这个事 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呀 林德哥 听小弟一言相劝 这个事 算不得什么 高崖内 那在东京汴梁城里边 谁也不知道他 啊 那就是个少爷高子 狗子 北地的谁骂他 啊 不就让他爹那点光气吗 他本身会干什么呀 啊 强男霸女 无所不为 但是他对您 对我嫂子 他怎么着了 据您所说 他把我嫂子堵到楼梯上不就说了那么几句话吗 您去了之后 要打没打他 他不就走了吗 走了之后不再没敢惹您吗 嗯 由此而言 这高崖内对你 也拒着呢 要是换换第二个 林德哥 堵到楼梯上 还让你走 没得走 早就给抢到那府里去了 这个呢 他没敢动 他怕你 说明林德哥在东京汴梁城里面您有位置 他不没把我嫂子怎么地吗 啊 他也不敢再怎么地 充其量 这小子就是眼蚕不保 有什么用啊 是不是 可有一样 林德哥 今天我向您透露一个消息 太北高求 对您可不错呀 太北高求 人前背后不止一次的提到了 说林聪 人家那是真有本事 人家那个教徒当的名副其实 人家他爹爹 就是提侠花枪林 祖传的功夫 只是那些个教徒不都讲 你们都得向那林教徒学 从这点来讲 林德哥 我觉得您有一部观众到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您对高崖内这个事 不要放在心上 如果此时刻 您要把高崖内给打了 给得罪了 就影响了大局了 俗话讲啊 当忍则忍 当让则让 小不忍则乱大谋 小不让则搅大局 如果说您这一部官 升上去之后了 那高崖内 他就更不敢得罪您了 算不得什么 林德哥 咱先干一个 小弟今天跟你见面 这算跟你开刀开刀 你还别说 陆谦这几句话 对林聪的这心里玩 真起了作用 林聪点了点头 是啊 兄弟你说的也有道理 来 干 两人在这推杯换盏 喝酒 喝酒到当中的时候 这林聪呢 想要站起身来 到外边方便方便 林聪站起身来 尤打这小格子里边出来 到楼下方便完了之后 转身正要上楼 忽然间尤打外边那锦儿 慌慌张张跑进来 这锦儿跑进这个 樊楼之后 一见林聪 哎呀 官人 快点去吧 我们家的夫人 被人家给堵到楼上了 什么 你家夫人被人堵到楼上 那可不 你快点去 在什么地方 你跟我来 我一边走 一边跟你说 这这锦儿扯着林聪去 尤打樊楼里面出来 林聪当时 干嘛和尚摸不着头脑 心想 这怎么回事 一路上一边走着 就听锦儿跟他诉说 锦儿跟林聪讲 官人呐 林走了之后啊 就去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后生 这个年轻后生 就跟我们家的夫人讲 说林教头啊 到了陆迁家里面去喝酒 在这喝酒啊 他们两个人喝醉了 也不知说什么话 林教头生气了 这一生气啊 林教头就晕过去了 倒在他们家里面了 说禹侯陆迁呢 派他到家里边 叫我们家的夫人呢 快到他家去 我们夫人一听就慌了神了 所以急急忙忙 领着我 我们主仆二人就跟着那个年轻的后生 就到了陆迁他们家了 他们家是个两层楼 我们到陆迁他们家之后 他告诉我们 你们就上楼吧 我们主仆二人就上楼了 上了楼之后 一进那个楼 一看二楼上面摆着一桌酒席 在那个酒席的后边 就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在冬月庙上 那个小子 他高崖内 他在那冲着 我的夫人 嬉皮笑脸的样子 就走过来了 我当时一看过来 这怎么回事啊 林教头在哪啊 他说林教头不在这里 我们夫人转时就要想往外走 这个功夫呢 那个年轻的后生 就往里边推我们 他那么一推我们 我夺路就闯出来了 我一闯出来 那个年轻的后生就来追我 他一追我的功夫 那楼上那个楼门就关上了 我今天就插上了 紧接着我就听见 我们的夫人在楼上喊救命 我跑到街上之后 那个年轻的后生 再也不敢追我了 我一路飞跑 我想回家找您 我用意琢磨 您不能回家呀 我在这街上 我见着谁就问 我说你们看见林教头在哪没有 偏巧在街上碰见 咱们的邻居要铺的张先生了 张先生说 看见您和玉侯陆千 一块上了樊楼了 所以我就到樊楼这里来找您 您快点去吧 林冲一听 这是怎么回事 陆千 这是你 安排的一个圈套 引入我上钩 林冲急急忙忙 奔陆千家里来的 这工作 果然是林娘子 就被高崖内堵在这楼上 高崖内 把那楼门已经插上了 转过身来看了看林娘子 林娘子 你让我好想啊 天其妙一别 我是日思夜想 今日相见 咱们就成全好事吧 咱们就成全好事吧 阳光 咱们就成全好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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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力气